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今天集中于金融改革 在我谈之前我把最新的消息引述一下 其实上一段我们跟行政院洗钱黄制办公室主任 蔡毕仲正式已经对谈过了 他目前是国务部政务市长 他专研今年年底亚太洗钱黄制组织 要来台湾做考核 请大家看一下 这是不久前因为针对这个洗钱黄制的查核 政府单位做了模拟 洗钱黄制模拟兼评件 就赵峰银相对不佳了 这是我刚刚请教蔡正说 那相对佳是谁 他说有 有一个银行叫做玉山银行 况且他说原来对赵主 其他三家银行都相对不佳 我就不要说不几个 至少玉山银行表现很好 赵峰银表现不好 相对不佳 结果呢 我让大家看看新闻 我蛮错愕的 只要每次我们谈赵峰银的事 第二天赵峰银一定由张照顺 董事长领行发布新闻稿 你看这是我们5月8号谈一次 这5月9号新闻 请看一下5月9号 请看一下 他结论比较让我错 来 你们四位可能都有责任 其实我们两个礼拜前讨论 赵峰银说 不仅严重损及本行及股东生意 亦有损政府机关威信 别有用心令人要 我就不知道政府机关是谁 什么时候跟政府机关有关 新广会 那等一下请陈志龙教授来解说 还财政部 别有用心 倒是四位放心 对我们要提告 因为已经 我路人甲已经被告了 所以不会告你们 好 但是我要非常严肃说 我们是配合政府的政策 这是行政院长自己主持记者会 台湾九个洗钱与资孔黄智 有落点 要依解决 而且 今年年底 亚太洗钱黄智联盟来谈的时候 赵峰银受到国际指摸 就算不推荐 对方也可能会跳 就是一定锁定就对了 走不去 然后呢 我们政府已经被列为 加强追踪等级 那上一次我们就要谈这个巴拿尔分行 有没有 顾朗分行 他说是为了绩效 然后来看看 赵峰 纽约分行 连续连两年亏损 我向大家报告 今年八月 美国联邦金管局 以及纽约金管局 会对赵峰开发以后两年再做评估 如果没有过 一定会再重罚 张董事长平台 有个新闻导师有点错误 张赵峰董事长自己讲 他说 现在赵峰今天很紧张 在美方监管压力下 美国各分行主管 全部都想调回台湾 因为很辛苦很累 台湾又找不到主管 愿意去接任美国地区分行 让他很伤脑筋 大家走到背了 来 陈志龙教授 你可以说是我们国内 在法学界 这是你的大著 大学教科书 变成畅销书 唯一本就是这本 集团化公司治理 财经犯罪预防 明明你一再告诫 结果赵峰金不断的犯错 而且这是你引用的 我是引用你的话 结果被告你没有事 金管会尽将赵峰案三封 封存封口封闭 封存封口封闭 来 请综合评论 台湾真的是应该要改 其实台湾如果要改 其实台湾每个人的薪水 可以提升到三到四倍 那其实台湾流失的钱很多很多 那最主要就是 台湾的政府犯罪 还有金融犯罪 还有税务的问题 所以这些问题 那个一个无底洞 然后台湾的白血球 竟然没有发挥功能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台湾变全球 第八大的金融引力国 那诸税正义联盟 这是这个TJN 认为在台湾在20项指标 没有加入CRS 没有揭露等下 就被平等很低 那超过六成台湾上市企业 都有境外的天堂 那天堂文件也怎么样 家族有庞大的海外资产 像有一家集团 它在台湾的资产是一 在海外是3.4倍 所以你看台湾东西被掏空在海外 非常非常严重 那你看这些股东 它的EPS当然减少 它的财产当然少 那另外呢 其实台湾这个集团化 系统性的犯罪 非常研究 台湾没有白血球 所以真的我们要开始思考 如何解救台湾 所以这个节目的最重要点 就是要翻转台湾 拯救台湾 金融改革 司法改革 财税改革 这个非常重要 那你知道巴拿马文件 还有台湾税法里头 现在在搞扩大税机 去对夜市小市民 可是另一个层面呢 财团犯罪 政府犯罪呢 这个根本 财团根本没磕到税啊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要开始思考 我们为什么这么穷 这么努力 为什么你还是22K 为什么 其实这个非常简单 最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台湾目前 还是用这个 所谓战神的思考 Mars 辩证论 那你知道 这个一个人非常有钱 就大帝 那底下人呢 是奴才 底下是奴隶 所以台湾人民呢 赚了很多钱呢 全部被这些人吸走了 所以这些点 非常严重 你看在银行 在金库 还在赵宏案 其实赵宏案 不应该再告人了 再告人的话 其实这个整个系统性都要抓紧 因为其实你是犯罪嫌疑人 你怎么可以告人呢 财产也不见了 你也被处罚 你也违反规则 你根本是护面的 护面的人怎么告正面的人呢 告媒体 这个乱七八糟 全世界是国际笑话 教授 你自己讲的 金管会要求媒体风口 我就提告 他是按照金管会要求告的 这个离谱啊 这个金管会 其实里头系统也有问题 真的要重整 我们重整要重整怎么样 不能 大家的人民都是奴隶啊 你也不能说 这就回官 回猫啊 还有回董啊 这些人可以领那么多的钱 这些人领补啊 你凭什么领那么多钱 你的钱来自于底下的人 这个所以我们要改变啊 所以整个来讲应该这样来改变 台湾出了问题啊 就像我在种一棵树 上面的树叶都烂掉了 有病虫啊等等 然后底下都好的 那我要怎么处理 当然是裁剪上面的嘛 把这上面的抓下来啊 那才对 结果我们现在不是啊 政客说上面没有问题 继续领薪水 继续让他来安稳定下来 继续稳定 就底下的人就挖底下的 扩大税机 然后把这个人民的股东的钱 全部给上面拿走了 那你这个东西能这样搞吗 所以农夫是用修剪汁业 裁掉病虫害 解决腐败腐烂的问题 这是本体解决 就政客用扩大税机 杀鸡禽卵 回官回董的问题 像赵宏金 金管会就说 这些人还很好 我们要维持稳定啊 所以还是让他能够有高的薪水 这不对的 现在我们应该要来讲 把回官 寿命 为什么这个病虫害找出来 这才是对的 所以真的要来讲 其实台湾出的很大的问题 司法帮 财经帮 这个都是辩证论 我们都一直在讲领袖原则 其实台湾动不动 领子袖子很重要 其实人才重要 衣服的领子袖子有什么重要 这是纳粹才有领袖 所以整个来讲 这个是假的司法 假的财经 假的税制 假的国家体制 假的金管会 假的司法体制 假的一大堆都是假的 所以我们真的人民要欢转 怎么欢转呢 其实蛮简单的 用这个民主 在维纳事 就是用爱 关怀 本体 人性尊严 其实司法非常简单 说法也很简单 其实你就用政绩 三段论法 然后东西摊开来讲 问题出在哪里 哪里解决 病虫还在上面 踩上面 你不应该踩下面 人民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知道 你看老年人 年轻人 大家都能够真实发现 成绩正义 国民感觉 起门后 检察官更重要 他是革命的小孩 把这些坏虫抓出来 所以我们很期待 检察官尽管会彻底改变 我们这个节目会发生 很重要的改变的力量 它会使大家薪水增加 国家安定稳定 真的回到正常 非常重要 好 感谢陈志龙教授 一番本体论的论述 大声疾呼 然后非常感谢 我在上一小时 在蔡正司面前 我也把这个新闻请教她 她并不否认 她并没有否认 容我再引用一下 因为简座你也是来自官方 台湾是下一个洗钱天堂吗 台湾已经成为全球第八 金融隐匿天堂 20项隐匿平分比 台湾有一半严重不透明 财政部自己都说了 要用国际标准 不然会被报复 今年年底 亚太洗钱 黄四年门就要来再做一次检查了 今年八月 美国金管局联邦 以及纽约金管局 就要对赵峰 纽约峰 再做金融检查 能不能过关 没有人敢保证 你看台湾包括 台湾引力得分 胜中港澳 主要国家 紧瑞士杜拜赢台湾 其实台湾正如这个新闻所披露的这个标题 其实也是蛮惊悚的 亚太洗钱 评鉴我难逃 加强追踪 在检查官里面 你也是非常少数也得到法务部的金融认证 所以你对金融业务非常非常了解 你们把你所经锁的 你观察了 跟大家报告 请 对了 为了办金融案件 一定要经过法务部的金融课程 要拿到法务部所颁布的金融的证照 这个才能办 这也合理 就好像要办财税要经过财税证照一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四百年来 整个法人的组织多元化 国际化 而且是屹立不摇化 最可怕的是 深入每个人的生活里面的层面 所以各位都知道 现在台湾越来越不成家 越来越不回家 结果我们看到全家的新闻是 我家就是在全家 那我们可以看到四大超商 整个就是温暖人心 是在家 家哪里呢 就是商业组织 但是我们看不到 看不到什么呢 看不到你的伦理规范 我看不到你符合我们的社会责任的 那个良心感觉 所以现在好不容易 我们终于看到一个东西了 所以我们常常 有时候我唱歌会唱一唱唱到 刘家昌唱的 我家在那里 那当然就有小商在那里了 应该是我心在这里吧 对不对 所以如果整天流连在八大 你的毒品就连到你身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一些的企业经营者 不管你是国内的 八大的 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你金融的 或者是整个经济体的 我们要如何融入这些东西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行政院 确实有决心 一共修了143条的公私房 那这一次的修目的 其实大家都看得到了 第一个保障 股东本身应该有的权益外 如何让员工也有自主性的 可以监督公司 再来更难了 开始会发现 会影响到人民投资 这些公私的意愿 它已经开始往那个方向走了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最后这一些公私 甚至它的财力不输国家 可以跟国家平起平坐 叫做以前会拥抱社团 之后会拥抱财团 这个大概都是执政者 一定会走的路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如何去走向 最难的就是 不要让他再变成加强追踪 甚至还要 一定要逃离紧急追踪之外 要让他回到 我们应该要污名的 什么呢 第八大的隐匿国 这是丢人现眼 台湾影响全世界的金融 才千分之五 你可以排到第八名 所以这个时候 二十二条之一 这是新增条文 就希望目前的APG 就是所谓的 亚太洗钱防治组织 在做这个评鉴 甚至FATF 就是所谓的 各位都听过的 就是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 这个工作组织 其目的在做什么呢 就每一个学校 每一个学校叫什么 每一个大学 每一个国家 我们就是国家了 他们把这些人都当做学校一样 希望教育你们 训练你们 必要时修理你们 就是修正你们 道理简称修理 用这样的方式叫做 凭见的方式 列出等级 有负面表列 有正面表列 所以我们看玉山是正面表列 对不对 那赵峰金 赵峰就往负面表列走 赵峰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就是希望既能够实质的教育你 那所以现在看到没有 22条之一 为了所谓的实质受益人 董事监察人 经纪人 持有以发行股份总数 或者是投资额总额 超过百分之十的股东 这一些人 以及他的亲属 以及他所有的相关人 关系人 全部都应该把这些资料 上网公告 公哪个告呢 就是建立一个主管机关的平台 这个资讯平台要很完整 完整到你的姓名 以及你本身的出生纽约日 身份证字号 而且你的持有股数 出资额 以及到中央主管机关认为的 可能还有第二层 第三层的资讯 譬如如果你持有的本身 你已经有一些 实质影响力的行为时 这时候你的实质影响力 背后的动机 你的环境 以及你后面的 应该有的背景 都必须一一彰显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 满足今年的 因为台湾终于第一次检查了 检查是不合格 叫做追踪 现在希望能够过 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希望真正的将 财政跟金管 这两个主管机关 真正去落实第一步的 洗钱防治的决心 那这样子我刚刚讲的 三面的监督 员工要监督 股东要监督 主管机关要监督 这样子董事会才不会 变成了走错路 这个是我们第一轮 希望金融改革要做的 简座刚刚提到的 《亚太洗钱贫鉴》 这几天前报道了 对 台湾南逃 加强追踪 因为我刚刚在蔡正氏面前 上一段引用这一段 他并没有佛论这个分析报道 这来自天下杂志 其实这个标题是蛮惊悚的 台湾是下一个洗钱天堂吗 如果引用一下 因为它里面有个细节 我要请国晨兄来评论 一部没有跟上21世纪的公私法 一个没有实施日的反避税法 一个落后而不自知的公商团体 一个总把国际孤立 当作借口的社会 造就了一个让富人企业 大玩境外金融游戏的秘密天堂 叫台湾 我为什么不断找国晨 很奇怪 赵峰金有个工会 他们常发函就给两个人 一个是邻国生业又是给我 我当然不想再引用 因为我就发觉到张兆胜董事长 你怎么人际关系那么差 我够差 来请你报告 我在想洗钱黄制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然后金融改革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但是怎么样改革 怎么样去防患 才有用 这个是一个学问 另外改革的过程当中 最主要到底是交差了事 或者结薪改革 这两个是观点 那我在看 赵峰的张董事长 他的赵峰金 说实在的 他的刑事风格 以及交差了事 混水摸移 只顾自己 不管别人死活 心态可意 这种动作 根本看起来就改假的 哪有是真的 这我要告诉张董事 这是你们工会 好几个好朋友告诉我的 这些慈祭都是他给我的 那我是觉得 赵峰从头开始 发生两年 有两个 我身为一个老百姓 看起来就非常觉得 纳闷跟不满的地方 第一 第一次57亿 第二次划了9亿 总共加起来65亿 请问快两年了 你有跟老百姓讲 你有在股东会议 告诉所有人说 我们被划这些钱 那到底是政府来出 或者你自掏腰包 到现在为止 没声没声 说一句实在话 都没有讲清楚 那这些好像师傅 无关紧要 跟他无关 你这种想法就像说 百人的孩子死不掉 钱是罚百人的 不是罚你的 张董事长 你这样做得好 这一点我很不谅解 张董事长 第二个 美国明明告诉你 赵峰金给你两年的改善期 看起来 赵峰是束手无策 不知道要怎么办 所以啊 现在好了 你背贴 比较这样 现在 APG 亚洲联盟 现在开始要来 要来科研台湾 第一个 你是逃不过的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张董事长跟这些董监士 他们就是一皮天下无栏事 好像是死猪不怕热水滚 说一种这种心态 有一点比较难 所以我感觉 你不要有这种心态 就是烂 要烂到底 这种想法 如果是这样 你要早一点下台 我举一个例子 赵峰包括张董事长 包括所有的 所有的这些董事 我给你说 笑骂尤人 你要怎么办 好 你死的 你好好去买 但是 我还要奉献你们 叫做 回官至我为之 来 我给你 请你不要告我 我这是有根据的 来 我们大家来看 刚才我们大家谈过 人家义山是正面表类 赵峰是负面表类 所以大家看 这个资料 是台湾金融管理协议 提出来的 你看看 前三名 都是 民营的 金控公司 你赵峰是 国营的 你以前 前两年 你还排第五名 但是 大家请看 106年 你还排第五名 107年 被义山 追过去 追过去 然后 你的这种 你的这种 这种绩效 你看 排在 第一金 都追过你 赵峰 你已经被挤下来 第六名 好 那你绩效不好 也无所谓 但是 我跟你说 这里面 老板 看着 正经 真的 没 没 你看看 碧案年年 然后 105年 这是股东 他的年薪 大家请看 105年是799万 但是106年 他的績效更差 但是他的薪资是提高的 890万 各位 这是不是 我刚才说的 笑骂游人 这说得更快 回懂自我 不知 所以我感觉 我感觉说 不是人爱门 属心理就是这 事实摆在眼前的证据 你说叫我们不要讲 因为我们身为一个老百姓 尤其我是一个民意代表 你叫我别讲 你每天我们讲一讲 你都会发新闻稿 说实在 你遗憾什么 我会比你更遗憾 请你看完以后 不要再发新闻稿了 好不好 如果我们讲的不对 请你们指证我们 我们讲的对 赶快改 这样才是一个有为的张董事长 国总统跟你保证明天一定发新闻稿 而且一定把上一次再超一次 你这是别有用心令人遗憾 好 好 好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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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贵了 白贵了 有的金管局 联邦金管局 就会在针对赵峰金的两年后要改善 马上要不要开阀 我再引用一次 我再引用一次 一位具有国际金融证照的大律师 也是赵峰金的顾问 他跟他们开了非常多次的会 他开完会跑来跟我讲 赵峰赢五六十岁这些副总 大家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不急啦 头感冒在休啦 只想退休啦 怎么想解决呢 包括张照顺啦 就点出来 我不急 等八月啊 如果美国再开阀 不知道开阀多少 我到时候啊 我来驾你告 我告你们无告跟独职 我不急 问题多严重 当然 也许蔡碧仲正式 她比较 她在官僚系统比较客气 但是 我刚刚为什么一定要找林国生一人来呢 赵峰金的工会 不断把内部的文件披露给我们了 原因就在此 我们希望杜梦珍律师是 专业的金融结束的大律师 来 你站在一个专业人士 帮我们评估 金融改革里面包括这个 洗钱房子评件的问题 后果会怎么样 来 从不同的观点来切入 好吗 请杜律师 我想有几个观点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赵峰金他在105年8月 他之所以会被重罚的这个 105年8月他之所以会被重罚的这个事情 事实上呢 他有几点缺失 这个缺失就是包括 如果这上面所列的几点 就是说 他们调查发现到 其实海外的人士能省则省 一人的职务多重兼职 也就是说 你既又是所谓的法尊长 但是你又兼了所谓的银行的业务 财务的业务 所以技术涨的业务 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在自我的领域里面 去所谓做到的内机内控 或者是做到所谓的利益回避 那接下来就是不重视 一事洗钱也不通报 那不重视是什么情况 就是说 他有一个叫做付款转回 也就是说 他有一些款项明明是汇到一些 已经停止的账户里面 那被退回来之后呢 他竟然又透过了一个中间的账户 又再把钱再转出去 也就是说 你已经知道有一些可疑的现象 但是你却不去进行的通报 那还有一些账户呢 甚至由所谓巴拿马文件的律师事务所所设立的 那你也是可以这样去汇款不通报 那还有欠缺敏感度 有些在包装杂志上已经揭露说 他这个账户是可疑的 或者是事实上实质受益人是谁的 那你仍然就是在实质受益人为相同 只是形式上可能不同的这种账户上去做一个转出 那接下来被抓到之后不认错 被抓到之后不认错 他说哪有 我哪有什么违反你所谓的洗钱房子法要申报的问题 所以这些种种的行为 其实都是被美国政府所严重的批判 有时候是同一个行为的延伸 但是那个处罚是因为未改善而没有间断 我能不能请问你 因为八月美国的联邦跟地方都有在检查 会过关吗 以你目前他们有改变吗 请问 我从报载上我是看到说赵峰他投入了很庞大的金额 那是不是相当于新台币10亿上要去做改善 10亿元的金额 那但实际改善的情形 我认为其实银行是一个公众的事业 他必须要非常的诚实以对 然后必须要对公众做一个负责的一个说明 那第二个的话其实 你讲话比较含蓄 有没有改善 我想应该就是没有改善才会被处罚 那那就是说他 他说就是要努力继续持续改善 对不对 那就是要看他持续改善的作为 那第二个其实 还有一个题目 其实有提到所谓的境外交易 我觉得境外交易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很值得重视的 因为刚刚陈智隆教授有提到一个 所谓系统性 集团性 结构性的这种 那这种其实我觉得我想从一个 比较简单的图表来说明 就是说事实上赵峰金的海外洗钱 它被 它事实上是因为 它没有遵守洗钱防治被处罚 那真正的洗钱犯罪 其实地检署调查之后 他是认为查污国内人实际参与洗钱犯罪 所以把他牵截掉了 但是他查到了另外一个案外案 为什么我说案外案 就是说他们查到了就是赵峰金的前董事长 就是蔡友才 他只是前秘书长 那为什么他要只是前秘书长 就是当他在103年的时候 他就觉得整个国际情势或是整个政经的情势 比较不利于他在被指派成法人董事 所以他就期待他退休之后有个小金库 所以这就涉及到境外交易上 他就成立了一个境外的公司 境外的公司之后 他就要去募集资金 结果他募集资金的对象是谁 竟然是他的受信户 OK 那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受信户到底要不要给你投入资金 不投入给你我的贷款会不会有问题 类似这样 然后结果他就成立了一个所谓 一个再成立一个建基公司 那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受信户的贷款何贷 就没有利益回避了 那这受信户的贷款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因为前董事长他自己想要 成立境外的小金库 所以受信户核贷的部分金额 拨入成为境外 就是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 都是很严重的法律犯罪行为 那接下来还有伪造一些公司会议记录 才能办登记 那他不只是把部分贷款 挪入的一些 他这个境外资金投资的公司之外 他还给人家收了1.5%的 所谓行政手续费 那1.5%算起来不得了 大概是2.25亿台币 那这又贿赂境外公司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说那既然成立了自己的 小金库105年2月 其实赵峰金的纽约分行 就已经接获了所谓的 可能违反洗钱房子的通报 但是105年2月之后 总行接到了没有做处理 我这些东西都是根据 那个地检署的起诉书去整理的 所以他的起诉新闻稿 起诉新闻稿去整理了 结果他忙着什么 他去忙着赶快2月的时候 知道分行通报了美国 这个所谓的精简报告之后 他忙着内线交易 就是你就可以去了解 就是说一个所谓的境外交易 他不会单单只为了境外交易 他一定有一个 他后面想要再安排的事情 所以他就会一层一层 那这一层一层结果的影响 其实我要说明的就是说 我要说明的就是说 其实照封案让我们了解到了 洗钱房子的重要 但是事实上 还有一个案子时间因素 我还没有讲 但是这个案子你可以看到一个事情 就是这种境外交易通常 透过多层跨国控股的安排 而且它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 还有就是说他因为这样子 他没有办法基于合理的商业评估去贷款 然后他该贷款的时候不利益回避 那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小金库 我如果要好的投资项目 我的小金库投啊 我干嘛自己的让银行去投 所以这连串的效益 跟它的法律层面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的广大的 而洗钱通常是当中的一个环节 或一个手段 刚刚就是蔡有才不是被影堂界形容为忽必烈吗 你看成功有一百个父母 失败就成为孤儿 你看夸了 因为赵风金告我 我有一个律师 非常慎重说 绝对叫我一定要告到底 不是就无告了 好未来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要做一个政治评论者 一定要建立微信 一个金库公司来告你 一定要追究到底 我都讲太好了 这个账没有妥协空间 为什么呢 在北柬所牵截的这些黑箱里面 到现在北柬不敢揭开 我们要求越见 台北地方法院行为给北柬 北柬连信都不回 回都不回 这位法官 陈总法官说 很不舒服 我也很不舒服 有什么见不得的事 潘朵拉盒子一打开 那才是大事大条 其实就是 陈志龙教授 我是很好的学生 我把他过去所讲整理出来了 金管会竟将照封案三封 封存封口封闭 封存 金管会将整个照封洗钱案封存十年 2026年才知道 国家机密 二 金管会要求媒体封口 否则提告已经告了 封闭 全部由照封营囊董事自行解决 这样就可以全盘掌握 是吗 如果按照刚刚杜律师 我看今年八月 美国金管局联邦的地方的如果在华 张沃盛董事长 我已经把你做好图板 看到没有 这是你的笑场 可以得起来 沈默老师 你是学术界 把这整个问题做了学术性整理而解 这本书我希望大家都买来看 集团化公司治理 以财经犯罪以防 你做那么好的一个路线图 让大家遵循 为什么我们台湾的政府或企业 包括很多私人 包括律师 会计师 仍然不照这个游戏规则做 以至于 今年十一月 亚太洗钱 黄智联明来的时候 到今天为止 大家还能够揣一旦 没有信心能过关 为什么 其实金融财税还有司法 如何起始回生 其实人人有着 他出的问题是在上端 我们现在让上端继续做 当然改不了 所以我们刚刚林国成一言有讲 回官回董造成寿命 我们回官回董来的东西养分 是来自于寿命 我们整个东西国库 被这些人掏空掉 然后整个公司里头的 这个公司的资产 也被掏空掉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为什么我们的金管会 还有金融这个经济检察官 这个都要列为重点 所以我们法务部呢 以后的评比呢 应该以查去 这种迹形的经济犯罪 有没有抓到 才是重点 不应该去查那小案子 所以你看公司法这部分 你看出的问题是股东 董事 这个他继续 出问题的人 继续在当董事长 另外他的薪水里那么多 这个林国城议员有讲 他的为什么不离开呢 因为薪水太高了 所以他当然不走 所以这个东西是害了所有的股东 害了所有的老百姓 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想法 我们知道以前的政府犯罪 都是无罪的没有刑 然后人民呢 他们制造的是划暴力 税暴力 然后他抢了财产 人民被他抢走了 去苏宴啊 诉讼啊 行政诉讼 人民跌了满头胶 跌了万年税丹 都没办法解决 现在我们有新的解决方法 尤其最近的七千八百六十位的村里长 已经达到九十以上的七千多位 只剩三四百位还没有连署 我们知道只要村里民呢 我们现在有个新的方法 他呢要这个来做 我们村里民呢蹲下来 蹲下来根基站稳 这个他们就会跌倒 就会有烂钱追溯 王法裁判 这个就本体论 所以现在的希望 在所有的老百姓 不在上端有问题的人 那这样我们要怎么来解决呢 其实整个 我们在所谓的司法 其实非常简单 大前提政绩就可以做 但是为什么他们把它搞得那么复杂 搞成说要信仰 其实完全用科学化 像医生一样 只要有政绩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公司法呢 也弄得乱七八糟 其实整个来讲 就用本体论 超简单 其实本体论都可以解决问题 股东法都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台湾呢 就是用辩证 只用外表 在假改 那现在问题 这个我们提出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 如何改革台湾的金融 如何不要让这些 有问题的烂董市长 回董市长 回官回董 继续站着大位置 然后不做事 然后一点空间都留给老百姓都没有 所以我们知道要提出一个正道 法定主义 像罪行法定 物权法定 租税法定 可是台湾的官员 都行政官不按照法定 所以乱搞 所以会有财经班 难前征收 租税议定 租税托法 租税制宜 所以搞了台湾的乱七八糟 金融班也是搞了台湾乱七八糟 司法班也是搞了台湾乱七八糟 所以我们这个如何来改呢 采用法定主义 最后我想有一个重点要提出来的 就是我们一个国库呢 有这么多的钱被他拿走了 怎么办 其实我提出一个想法 就台湾回官是一个大杂草 狂生 小玫瑰毫无立罪之地 那我们这个主持人也在提到 三五四代 二五四代 十五四代 这小玫瑰像外逃 像这整个台湾里头 回官回头大杂草 所以我们要善良的小玫瑰 跟他的爸妈 要来出来拯救 八草 拯救自己 这个就可以解决了 好 智隆教授的呼吁非常诚挚 我们这个节目 施改金改税改聚谈下去 我也呼应这个陈教授 这是我们今年五月底要缴税 520法税增改革 超增快还民 超增5000亿 应该退税退给我们吧 这是由陈智隆教授领衔 超增还民运动 不分党派呼吁超增还民 这是相关单位所做的一个 华税改革里面所做的一个 我想直接向他们索取他们的网站 财政部不说的 华税黑箱大揭秘 我来引述他们的说法 请大家一起来回应 五月暴税季 全国阵先级 超增还民浪潮 已有超过九成村里长 共同临署推动 税也是一种暴力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针对施改 金改税改 当然主要还是我们要集中在 赵宏案的问题 是不是请三位来 每个人三分钟 对不起 因为时间有限 来对我们政府当局 对民间企业 对每个纳税人 作出呼吁 刘姐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今天连财税本身 对于侵害人民 我们现在司法官 都还是闭着眼睛 没有好好去抓 宪法的原则 要有宪法意识 这个是因为老百姓只看得懂 175条的宪法 他谁看你那一本六法权书 那千万字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要看到一个重点 就是譬如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 违反公民与政治人权公约的 或者是经济社会文化人权公约的 这一些行政法院 本身的错误判决 人民要觉醒 一定要抓出来 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对于复查的结果不符 你要先缴二分之一的款项 去担保你才可以打数月 这当然违宪嘛 为什么 就好像我刘成武 今天如果申请积押 我起诉的时候 我先押你一半的刑期可以吗 所以不可能嘛 所以像这样子 我们就希望透过每一个被害人 因为我们以被害人权的眼光去看 每一个被害人 你的个案我们才有可能提升台湾的被害意识 进而去打破我们的司法院 或者所设的行政法院的一些错误的判决 那这样子才可以回到民事法院的判决来 那以后人民就可以在公法上选择 究竟我要往民事提还是往行政提 这才是真正保障人民的好权利 最后就是要及时救济 不是只会撤销之后 又让这个行政机关 再丢个比较低的税额 让你再重新打 这都是违宪的一些条款 我们认为赶快打行政诉讼 之后打宪法诉讼 我非常佩服刘春武简座 因为他不断上我们节目 我对他的学养跟他的品德那种胆识 你看看全台湾那么多检察官 他是目前唯一一位 敢上政论节目的 其实检察官上政论节目 或者长官的压力 或者各种检验来 他进得起检验 这一点我非常佩服 国神议员毅然 他是不断地把我们这个节目 吸纳基层民间想法 因为赵峰金的工会 不断把他们内部的问题 提供给我们 国神请你继续分享 他做呼吁 我想谈赵峰金的问题 现在就是说 任何一个改革 政府在做人民都在看 那到底你做真的做假的 那人民就会自有攻断 好 你最近大家谈了 这个金金分离 或者董监 兼任扣大 这很好啊 很好啊 包括修改商业法 这个都很好 但是你稀有其表 那有什么用 好 我们就看 这个主题 财经帮当金师 这就是财经帮当金师 那财经帮当金师 就头痛了 我跟你说 政府往往一到财经班 他的政策就会转弯 这是金融改革最大要克服 所以政府真的 我还是要呼吁我们政府 该做 真的要做 认真做 有一点 财经帮的现在 你曾经讲过 蔡总统不是讲过 劳工是你最心软的一块 但是我要给蔡总统一句话 你要金融改革 蔡政府心中最硬的一块 就是财经帮 就是财经帮 所以你如何去挑战财经帮 还有另外一个 政府你看到了没有 两个 第一 赵风金巴拉玛关掉 到底他是绩效不佳 或者眼灭证据 你政府都不用 不用去看看 调查看看 第二个 最近6月13号 会前涨价 涨价36% 这是谁准他的 说实在 他们的理由很简单 我这里有一个图表 做一个结论 薪资只有3% 但是现在 汇款的手续会 涨了36% 一年金控公司赚3000亿 请问一下 这个政府 你不要管一管吗 他们为首一为 说怎么做都怎么做 去把台湾的老百姓 都做提款机 这样才不是公平 作为一个政论节目主持人 我的最大责任是什么 文道有先后 数位有专攻 把台湾各行各业 第一流人才找来 我的责任就是 这最重要的这边 杜律师 我们听你讲说 你对金融改革 对金融的问题 增结知道在哪里 做简单的结论跟服务 你好吗 请 我做一个简单的 从我自己工作上的经验 我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说 从刚刚的案例的讨论 你也可以看到 有多少所谓的权贵 利用所谓境外天堂 境外公司的这种途径 所以我认为它必须要有效的监督管理 第一点其实资讯必须公开 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 实质的受益人 公司法修法的过程当中 其实公司法的有一个修法的小组 我们也曾经参与修法的讨论 我们都认为实质受益人 他应该要备置一个 可以公开 可以被公开去查的一个资料库 但是最后我要说的就是说 你既然有这样子的修法 你应该要跟国际接轨 然后你要拼 你要过那个平坚 但是修法是不是只有打折 修半套 比如说只有董监 或者是10%以上的大股东 我才必须要去揭露资讯 接下来就是企业文化 当一个董事长读大的时候 你公司的经理人 你怎么跟他说不 我觉得东方的企业文化 其实有时候都服从权威 服从权威 或者是就是不吭声不反对 那接下来我认为就是 当然有一个题目最近也很新 就是所谓金融的科技 如何利用金融的科技 去做一些所谓分散式的 或者是不会被篡改的资料 最后一点我想表达的就是说 执法强度 也就是其实法律是最后的一理路 那你没有办法贯彻 民实相符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达成目标 所以再去反映到赵丰金案 这么大的案子 从纽约分行罚了这么多钱 回来国内调查 他怎么会是用一个签接的方式 这就是司法的最后一理路 如果你没有贯彻 你就没有办法民实相符 讲得很好 北检签接了 但是北院新闻给北检 北检不回信 为什么不 我要检验 我要去审阅 我是被告 北检 请公开 我要知道 里面潘朵拉盒子是什么 我们这个节目 我已经说过了 我是要主持到马哈迪92岁 我没有什么诱惑压力 我一定坚持到底 金改 税 改 施 改 三大一 一定谈下去 今年是马克思 明诞 200周年 有一位研究马克思的前卫学者 是一位英国学者 叫做 Eric Hobos 被称为永远的左派诗家 于是马克思主义 很多问题 但是他所提出的 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 是一样的 能够用 霍布斯邦 他提问来对台湾的金融 司法 税法 也签计到公平正义问题 我们来互相勉励 霍布斯邦 回顾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 跟他的身后影响 试图厘清 许多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争议 人类历史必然是单一现行前进吗 在通往共产社会的杜逐上 资本主义是必经的阶段吗 国家在阶级斗争中 扮演什么角色 从读共产党宣言 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议员 今天的资本主义即将复亡呢 对任何关心资本主义能类未来 公平正义者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 深刻的历史分析的书 我们坚持公平正义 来自不断 远远不断的思想家 不断探索的问题 我们一定坚持下去 感谢四位非常杰出的表现 谢谢